但是在西藏可以看到 所以中国政府要营造西藏人爱国的这样一个镜头 但是这种是平常现象 其实这才是真正的西藏人他要的 这是外来者强加的 OK 这是今年玉树地震的时候 地震的时候 这是地震的废墟 他们是一个救援团 他们来做的第一件事情不是去挖人 而是把那个漆子擦在那上面 但是你可以看到 这是其实很有一个象征性的 这废墟上面有一个佛像的 佛像的一个 就是一个倒在这地方 其实他这地方本来就 这个位置是由他站立的 他只是一个外来者他要去强烈 地震的时候 我是不忘表达主签这样一个 OK 然后很多人都谈到 西藏在历史上是不是独立国家的时候 我们会举出很多很多历史 但是我们会说 西藏他有一个政府 他有自己的法律 他有自己的军队 他有自己的语言文字 而且还有这些钱币 这样这些钱币都是西藏人自己的 运动了 而且跟中国不一样 中国在历史上很少用银币 西藏历史上 中国历史上用的都是铜币 而西藏用铜币是很晚很晚以后才开始的 在历史上西藏一直用的是 刚开始一直用的是金币 都是用黄金 黄金才是唯一的一个 等价物 那么后来到蒙古人统治中国的时候 西藏的喇嘛变成蒙古人的上师 敌师 就是皇帝的老师的意思 那么蒙古人供养很多的白银 所以说那些喇嘛把那些银子带回西藏 所以银子就那时候开始变成西藏人的硬通货 跟黄金并列变成硬通货的 那么这是西藏人印的那个纸钞 那么纸钞里面 你看 这些藏文 一般来说这些藏文 在大陆的书里面 它都会音译 把音译出来 它不会意思 因为这个意思写的什么呢 天命 中国皇帝才说我是天命的 我是天子 天命的皇帝 而西藏人又说自己是天命 这个本身就说明 我根本不认为 我的上面还有更高的中国皇帝 他写的是天命 就是老天爷 认明我的 改丁捧众 改丁捧众是西藏政府的那个政权的名号 就叫满啊 唐啊 宋一啊 我们那个西藏政府就有改丁捧众 现在也叫改丁捧众 联王政府 他说天命改丁捧众的战胜司法 多少多少多少钱 然后这下面写的是 邱森林就说 镇交合义的 执币多少多少多少 他文字是写的 但是这些文字 一般的中文 如果大家去研究就会看 他们都不翻译 他们都是用藏文 比如说西藏人 他们会有 很多会说 或者说斯论 这些都是英语 为什么不意义呢 因为意义的话 他就可以看出 它是一个国家 斯论什么意思呢 总理 是他什么意思 设政 或者说 总统 类似这些藏文都有 而这些东西 你如果移过来 就表示它是一个国家 所以中国的文化里面 中文里面都是把它 英语 英语出来 所以都写斯论 这种藏文 那么这是一个护照 西藏的护照 这些护照 其实都没保存下来 这个是在一个 文物的市场上 偶尔发现 被买下来的 那么这是西藏的一个 一个财政官 他曾经去国外 他很多的签证 那么这个看到护照 我们肯定会想到 现在的护照都不是这样 现在护照都是那种本子嘛 这个西藏人 怎么会护照 其实当时 那个时候 200几年 或者那时候 或者说 在那之前 191几年 那时候 很多亚洲的护照 都是这样 包括大清国的护照 也是一张纸 不是现在这样的本子 所以说 那时候可能是 普遍性的是这样 OK 这是西藏的邮票 因为西藏有自己的邮政 当然西藏的邮政 那时候只跟印度有关系 那西藏人建立了自己的邮政 而且这个邮政是由一个 到英国去学习的西藏人 回来以后建立的 OK 这是 就刚刚那个被摧毁的 大超寺前面的 这样一个镜头 那么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是 1948年 印度 它成立了 它组织了一个叫 泛 泛亚国际会议 叫亚洲的 它是一个表示 亚洲独立 摆脱殖民的 所有新兴国家的一个会议 那么这个会议呢 邀请西藏人去参加 西藏人刚开始不去 不去的时候呢 那个有一个 外国的这样一个西藏友人 他们说你们西藏应该 参加一些国际会议 让国际也了解你 你去看看 现在世界上变化很大 而且二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 这个世界变化很大 你们西藏人应该去 所以西藏人很不 情愿地 去派了一些人去参加 所以这是参加会议的 那时候的照片 这是西藏的国企 这些资料都不是西藏人保送的 西藏人都没有保送 是外国人后来 一些媒体那边 西藏人才发现 哦 我那时候真的派了一个代表 西藏的资料里面没有积攒 因为他们没看到 这会有多重要 OK 这是在 疗亡藏人中间的一些 箭头 这是西藏疗云政府所在地 那么这些都是一些部门 部门的 但是没办法在台湾比 OK 这是什么呢 这是在拉萨的 达赖喇嘛的法座 在拉萨努布林卡 以前达赖喇嘛的法座 达赖喇嘛坐这儿 现在这些地方都是纸币 但这些纸币其实虽然拿不到 等于是献给中国共产党 但是藏人还是会偷 反正纸币就等于是一种供养 但是这些钱我们了解 私院是拿不到的 OK 这是在西藏的 这地方有一个黑板 那黑板是赵宫的 那上面写什么呢 极拼汉藏民工十元 工资 藏租每天三十块 汉租每天五十块 这是公开的 就是这块牌子 但是这个其实 后面还有很多人拍 做了好多这样的照片 这个在拉萨 其实是一种常态 为什么呢 你如果一个部门 平运那个汉人的民工 政府会给你优待 会给你补助 你用藏人的民工 不会有什么优待 因为中国希望 吸引更多的移民 汉人移民到拉萨 到西藏 为了吸引移民 你如果雇佣那个汉人的员工 他就会给你更多的利益 所以说 你雇佣汉人的那些来 你可以得到利益 所以他给你更多的工资 你雇佣藏人没有什么利益 所以他给你更少的工资 这些都是一些西方当时的一些地图 那么这些地图呢 这里面是 这是1785年 美国的英国著名国会 以Villian Glass所出版的亚洲地图 那么这里面西藏在这里 这是China 他的西藏在这里 这是印度西藏中国 这些都是18几年的时候的地图 那这里面西藏在这里 这是China 这是印度 那么这个也是 这是一个很著名的一个地图 那西藏人那里面 还包括现在的拉达克 拉达克是 这个地图刚好 而且符合当时的现实 从那以后 拉达克就现在在印度的拉达克 变成了印度的一部分 从那以后不久 而当时那个拉达克正好 还真是西藏的 那么这里面也是把整个西藏 都画你看这是青海湖 所有的当时的地图都证明 西藏的将于是青海湖 其实青海省什么时候建立了 1927年 在1927年之前 国民党并没有统治那块地方 1927年他们建立 才成立了青海省 这个也是 西藏在这里面很小 在这个是这一块 这黄色的是尼泊尔 然后这是西藏 那么这里面就把青海湖 画到了中国的里面 这个是 OK 不好意思 这是地图是1942年 对啊 那时候青海是被中国占领 所以这是1942年的照片 OK 这个是什么呢 我现在就把青海湖 里面就是 就这么看 我现在就在这边 是